高质量的玻璃承载着稳固实力和诚信服务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022年卓越精英奖得主男性玻璃集团 是全马最大的玻璃批发和加工商 1996年从一间店面到现今的九间工厂 男性的心路历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创办人陈立元 和执行董事陈友翰的分享 我1983年在新加坡做玻璃行业 到1996年我离开新加坡 我在新加坡13年 1996年到今天2022年 新加坡全部加拿到我已经做了39年的玻璃行业 1996年我在Yohjo 我是一间小店 不超过十个人七八个人这样子左右 到今天到2022年 我总共整个集团总共有600多工人了 到现在我已经有9间工厂 因为我有一班工人 那些工人从新加坡跟到我这边过来 有的工人已经跟我省三十多年 有的工人已经跟我到最少都有五年以上了的 那些工人差不多 华人家差不多是有二三十年了 我们的公司的主要的业务是买卖玻璃批发商 还有安全玻璃加工商 我们的玻璃的种类有分六种 第一种是干化玻璃 第二种加价玻璃 第三种中控玻璃 第四种采油玻璃 第五种反倒玻璃 第六种也是最后一种 也就是接人玻璃等等 我们的公司的愿景是缔造亚洲顶尖高品质的玻璃供应企业 成就亚洲一流品牌 向世界养房企航共创辉煌 我们公司使命是品质为核心理念 给予客户最大的价值 为社会创造绿色新环境 不断的进步 然后引进高品质的玻璃机械 然后还有就是说 在全马各地都有我们的蓝芯玻璃集团的分行 我们的干化玻璃机器 可以做到三米宽的玻璃 然后还有十米长的玻璃 然后我们的夹角玻璃的机器 也可以做到三米乘八米的玻璃 因为要给予客户最大的信心 所以我们会通过 马来西亚的C-Link的认证 还有CITB的认证 我们的产品获得客户的认可 我们马来西亚的发展商 也是不断的进步 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进高科技 来配合马来西亚的发展商成长 我们南芯玻璃集团 已经拥有了26年的历史 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然后第二个优势就是说 我们在罗佛兴山 还有在福隆 苏邦 就是说基隆坡 还有槟城 沙巴都有我们的加工的工厂 还有我们的工厂 我们是全马最大的玻璃生产商 不仅如此 我们的技术 还有我们的产量 还有我们的设备 都是全马零先 我们会在未来的五年到三年 引进高科技的玻璃的机械 然后跟进马来西亚的成长的旅程 希望在未来五年到三年 可以去到另外一个高峰 也就是成功的上市之路 玻璃市场竞争激烈 男性玻璃集团独具慧眼 凭着独家优势稳之高峰 期待见证男性来日以 亚洲顶尖名号 扬名世界 再创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